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超声线节目 那当然今天的加权指数小跌 小跌的70点 这个三天的一个连续大涨 那拉回修正 我相信这个很正常 但是那今天是所谓的连续假期两天 对不对 禮拜五下班之後 禮拜六 禮拜天 這三天你都可以看著爺老師 在運動才能來解盤 我今天想要告訴大家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很多人最近問爺老師 老師你對於這個大盤的話你怎麼看 當然這個大盤是屬於多頭 多方 這個方向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重點是說 還是有很多的股票 未來都會大漲 我這樣子講的話 也許有些人他不會相信 老師你在說國的 你在大盤去那麼多 還有很多股票會漲 那我的想法其實我跟妳分享一下好不好 你看大盤現在是漲對不對 台積電連電的話應該就不會再漲 如果說大盤會漲修正 有一些股票之前沒有漲到 未來都會漲 我昨天在測標裡面 其實我講得非常清楚好不好 有些股票你該賣的 你就賣一趟 賣掉了把錢放口袋 這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賣掉之後對不對 下個禮拜你去找一些底部的 之前沒有漲的現在在底部 那底部正準備要發動的股票 可能會漲三成可能會漲五成 未來會翻倍 你的邏輯思想應該在這個地方 你不是說去想那個大盤 你想到那個大盤頭皮都發麻了 你根本就買不下去 這個投資學裡面叫做什麼 危機 危機感 危機感會促使投資人他不敢進場買 但他進場買的時候幾乎都是買在最高點 所以說我今天把這個事情拿出來 跟大家稍微要tok tok 當然對不對 今天看到很多的股票一樣持續大漲 昨天鋼鐵股 官田鋼 股價來到創新高 漲停板 今天一樣在漲 鋼鐵的還在漲 深丰昨天漲停板 今天是不是一樣再鎖一支漲停板 但是不是叫各位去追 該賣的還是要賣一下 中阳光今天也很強 對不對 找盤要漲停板 收盤的時候掉下去 對不對 就你就要去看你到底是買在幾塊 你買得越低越早進場你是賺越多 哪是說你認為說在中阳光漲完了 那你就賣掉 自然錢就到手 其實股票市場裡面 知道早買一點的人很多 但是什麼時候賣 這時候投資人就有點懵掉 懵掉了 他搞不清楚了 等一下我會舉例給大家來看好不好 今天時間非常寶貴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閻老師節目時段 運通財經台下午 下午的三點半到四點 凌晨重播時間是兩點半開始 一直到三點鐘 一樣半個小時 早上還有一個重播的時間 早上七點到七點半 你假日在運通財經台三個節目時段 下午的三點半 凌晨的兩點半 早上到七點鐘都可以看得到 大盤的走勢 類股的一個方向 甚至你看我的測標 我的測標跟你講什麼 下禮拜如果有拉回 大概拉回幅度也不是很大 有些股票真的很便宜 趕快去買 你不要問說 老師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的絕對比你多 為什麼我之前一直堅持 這個大盤就是走多頭 明明從那邊掉下來了 那都來西頓 我跟你講在這個地方你不買 你會後悔 結果從八千點 一路大漲到一萬七千點 八千點到一萬七千點漲多少 漲得快一萬點 漲得快一萬點 為什麼會有人在這個地方放空 他看到是什麼 疫情很嚴重 疫情很嚴重 全世界都很嚴重 給你死 世界末日了 結果空在這個地方 最有把握的地方 死得最慘 怎樣 很多事情是顛倒病的你知道嗎 你覺得說這個地方越有把握 死得是越快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最低點 當你最悲觀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是最低點對不對 一路就上來了 一路上來對不對 當然這不用再講了 這空上來的人一定打架了 你知道嗎 更去穿了啦 不用看啦 你做多的我是不是跟你講 這個地方在走形態 形態如果沒有突破的話 這個地方叫做什麼 這叫頭部嘛 那最近跟你講是突破了嘛 突破之後我是會換了另外一張字卡 跟大家講 這邊在走形態 形態 形態漲多了會震盪整理啦 有些股票要先賣一趟嘛 先賣一趟嘛對不對 創新高嘛可以調節嘛對不對 就在這個地方嘛 我還跟你講說光的看法嘛 今天的中央光有沒有對不對 再創破斷新高有 但是你融資去操作的 你自己要小心喔 我這邊畫你真的要注意看喔 好不好 注意看啊 光要注意 這個是不是光 很好笑喔 我跟你講喔 有人說這個不是光喔 這名字叫先進光 為什麼它不是光 老是因為它沒做到 這是先進光啊 這個股票真的我在演講會 真的講過很多次啊 我記得那時候在演講會裡面 有人問說老師 先進光接班人是誰 我跟你講是誰 是誰 很清楚啦 為什麼不買在這邊呢 長了那麼多還能追嗎 股票操作其實不是 就是你認為高或是低啊 股票操作怎樣看趨勢啊 有人做跟沒有人做差很多 我甚至說我把先進光送給你啊 我叫你來掃瞄QR Code有沒有 應該是有啦 有啦 先進光接班人是先進光啊 如假包換啊 我在演講會裡面你問我 我都誠實回答你啊 我相信你有動作啦 應該是賺得到錢 你不要說 老師我看這個投過節目也好 我來到台股操作也好 我都喜歡用看的 你如果兩隻眼睛一直看一直看 那對你要一點幫助都沒有 有時候叫你打個電話進來拿資料 也沒留什麼姓名啊 電話阿狗阿貓對不對 資料拿到了 我就看一下看一下 我想請問大家 這個裡面的每一檔股票 你有沒有去做 你有沒有去賺 有的話我恭喜你好不好 今天的升風一樣 再度來到漲停板 對吧今天嘛 升風嘛 惠特昨天漲停板嘛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這些股票都是你所看得到的 聯發科 一千塊錢的聯發科 四月份就告訴你了對不對 那這邊就舉個例子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你看你嘎意對不對 今天的中陽光有沒有看到了 最新的環球金今天是不是再創波段新高 還會不會漲 真的你慢慢看 我常常講這投資人常常要打折 要打折要打什麼折啊 我覺得這兩個字比較重要啦 做得到的老師不需要打折啦 不需要 需要嗎 需要嗎 今天打九折明天打八折 後天打五折 沒有生意的話就繼續打折 打到骨折了 順便做一張廣告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 又開始在過生日了 你有看過顏老師常常在過生日的沒有 沒有啦 我認為人跟人之間是互相的 互相的對不對 你大概今天會聽到啦 大甲媽又要出巡了 大甲媽出巡的時候對不對 還有一個白沙船的媽對不對 也要出巡了 當然這個人家說 這個三月小媽做人 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啦 在起家起得比較晚啦 那個萬能空巷 你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這個宗教的一個熱忱 台灣的人民其實是很善良的 唐山過台灣 有人他是原住民啦 他並沒有過唐山啦 對不對 有一些是老兵 外省級的 從38年到42年 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 我相信他們都熱愛台灣這塊土地 台灣真的是寶島 你像國外的 這些美國啊對不對 我也去過 他們的環境非常嚴苛 台灣真的是寶島 寶島 你應該多多的珍惜一下 那當然你是信這個媽祖的 信佛教的 你可以對不對 去那邊誓誓誓誓誓 看一下那個宗教 感化人心啊 我們人的心靈是需要淨化的 難得做太多了 對不對 去那個五年前歲去誓誓誓誓 可能有人不知道 五年前歲是做什麼的 他在這個雲林的包宗鄉 很大一家 大概清朝的時候就有了 他是瘟神 專門怎麼樣 懲治惡人的 有一年 這台股長很多 做多的老師都去那拜拜 我來看一看 做空的不敢去 要知道嗎 所以這個人在做天在看 對不對 那美國有一個華盛頓 櫻桃樹 是誰砍倒的 華盛頓手舉起來 我砍的 那又怎麼樣嘛 最多被他老爸打一頓而已嘛 做得要誠實啦 你不誠實的話 真的啦天底下 我不認為有些事情你做得到 當然這個你看到的 像先進光這種股票對不對 你就不要再追了 這種股票漲太多你就賣掉 對不對 然後再去做下一支嘛 你不賣掉的話 這資金沒辦法回收嘛 那你先進光做完之後要做什麼 有人說老師 這個中陽光不錯 但是基本面我覺得不是很好 毛利率37% 盈利率12% 這當時候股價進支比的話 只有三倍嘛 你常常去看基本面 你去操作台股 你會覺得基本面好的股價會漲 結果買下去不會動 紅海好不好 好啊 賺不到錢嘛 所以說你用基本面是怎樣 自己騙自己啊 你乾脆買一份報紙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基本面會好的股票 如果說它會一直漲 我跟你講 不用我們來做分析師了 直接買一份報紙直接幹就好 知道嗎 股票市場裡面很多的一些軌 很多的一些軌跡多端 很多一些因素會影響到 台股的一個漲跌基本面 拿技術面 籌碼面 消息面 還有電話線 以前有個老師常常在講那個電話線 有沒有 電話線也會影響啦 我認為不會啊 電話線如果會影響那個人照額如何 被抓走了對不對 那個人也沒被抓走嘛 所以說有時候你要綜合判斷啦好不好 中陽光會不會漲 我這基本面可以寫在這邊嘛 對不對 那當然你看到的兩岸對不對 這個擴大產能 新增8M的畫素 這個好像是真的啊 是真的啦 但是股價會漲跟這個有關係嗎 有沒有關係啦 我認為你不如去看這個啦好不好 技術分析跟妳講 日周月限黃金交叉 拉回早買一點啦 這個比較實在啦 岩老師沒有內線啦 我也沒有那個大哥大 真的現在很少用 對 岩老師不用大哥大的 我們家沒有那個電話線對不對 那老師你是看基本面還是看技術面 我看走碼面啦 誰在買誰在賣 搞得清楚的話 應該賺得到錢啦 資料送給你 麻煩你掃描QR Code 四月自新中陽光 四月一號送給你 你就掃描一下我們的QR Code 我們現在來驗證一下好不好 這支股票有沒有暴衝 未來會被倍數翻不知道啦 會不會長 一支嘛 一支嘛 60秒也開放給你啦 這份資料拿到的最少500通 紅公司拿了資料給岩老師看 岩老師我跟妳講 抱歉啦 打電話線來拿四月之新的人500通 那我想說對不對 拿了資料500通應該每個人都賺錢啦 應該不會有人賠錢嘛 基本面都跟寫在這邊一樣嘛 日周月線黃金交叉嘛 你看節目裡面沒有一個老師 他會把中陽光的簡訊從第一通 一直到今天 五天五跟掌聽板全部秀給你看 只有岩老師我好不好 你從下午一點半的節目你看完 晚上十二點 如果說有哪個老師把簡訊通通拿出來 對不對 不可能啦 只有我啦 中陽光第一通簡訊 掌聽板的簡訊 普通會員 中陽光第二根掌聽板 我是不是在簡訊裡面告訴你 你連續兩根掌聽板持股續爆 中陽光來到第三根掌聽板 我還是在簡訊裡面告訴你 第三支沒什麼啦 你破得住的好不好 你破得住的好不好 第四支 第四支還怎樣啦 看這裡啦 中陽光連續四支亮燈掌聽板持股續爆 今天是怎樣 第五支對不對 來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以前有個節目叫五燈獎 對不對 五燈獎嘛 我那個朋友還有唱過咧 唱了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他好像只有唱到四個燈啦 對不對 然後輸了對不對 那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那後面還有一個燈要加油啦 老師啊 你要不要加油一下 一二三四五 我雜雜詩詩的拿簡訊給你看 普通會員 這個叫誠信 好 顏老師不表演了 我認為表演的話那很丟臉你知道嗎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嘛 這四支嘛 第四支你知道嗎 這第五支嘛 那我再倒過來好不好 第五支 然後第四支 繼續看 第三支對不對 第二支 這是第一支 你這樣子看會賺得到錢嗎 你這樣子看會賺得到錢嗎 賺不到錢嘛 去動作才賺得到錢啦 當然今天重陽光尾盤殺下來嘛 殺下來我有沒有事先講 未來有拉回你要不要去做動作啊 這個比較重要 今天的身風就不用講了啦 再度亮燈掌停板啦 不是叫你去追啊 有沒有事先告訴你啊 有啊 那你都沒動作那我也沒辦法 老師跟你講的話有時候你要聽啦 我跟你講的話你如果說你都不聽啦 真的啦賺不到錢啦 那老師你做不做高價股 做啊 AES是不是高價股 對號一二三四 你有沒有從這一天跟你講 這一天再跟你講 三根掌停板的時候跟你講什麼 等拉回 可以賣一趟等拉回 今天一樣掌停板啦 典範也是一樣啦 今天一樣掌停板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不是說掌停板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未來 從下個禮拜開始的話 有很多的股票 都會跟這些股票一樣 但是他現在在低檔區的 我先講 下個禮拜一我們要出手的股票 他的的確就在低檔區了 從底部開始起漲的 而且我跟你保證是新的 舊的股票你一直都不要做好不好 我們這邊有全新的 你今天想做的人 你動作要快啦 你現在掃描QR Code 現在馬上掃 成為顏老師的好朋友 手機拿出來直接掃好不好 下個禮拜要布局低檔區 底部起漲的股票我讓你買得到 我讓你噴出去好不好 我們今天推出的股票叫中陽光第二 中陽光不要再追啦好不好 我認為漲太多了啦 這個對不對 AES你漲多你就賣掉好不好 賣掉賣了就賺錢了 典範也是一樣賣掉 深封好不好 深封好不好 中陽光咧 拉回要注意啦 有時候股票不是說你要賣好不好 這邊先賣一趟沒有關係 等拉回好不好 還是有機會好不好 那當然未來的中陽光我們在今天兩天的一個假期 只要你在節目裡面看到 未來的中陽光 中陽光第二 四月的股王 我今天就讓你參與一下 但是要記得 禮拜一的話我們早上一定會進場 我希望你今天看到節目的人共襄盛舉 不用客氣 客氣你吃不到 這是各位的權益好不好 你的權益一定要保障起來 今天你看到老師的節目電話沒有播 視童自動放棄 QR沒有少 那不好意思沒辦法通知你對不對 想要做未來的中陽光 中陽光第二 四月份的股王 你今天只要做這個動作好不好 掃瞄我們的QR Code 留下姓名聯絡方式 未來的中陽光第二 我在Line裡面我直接告訴你好不好 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留下姓名跟電話跟我們助理講一下 註明一下資金超過500萬好不好 超過500萬也要去親自通知 親自通知 我們再講一次 中陽光第二 下禮拜準時進場佈局 要參與人趕快掃瞄QR Code 趕快打電話 打電話進廣告 輪園投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行每步期 長期佈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宣布 輪園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23219933 輪園投顧年分析師 歷經多次萬元與空投 擁有二十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今年大盤結構 最能動足極限 充分掌握風險 激起拜訪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縮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輪園投顧制服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園投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行每步期 長期佈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宣布 輪園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車禍現場拍照 露營五原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1.全程注意安全 2.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3.拍攝全景 記錄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一併設入 4.拍攝膨撞點 車損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震 5.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別人沒有打電話你要打 因為這種電話很重要 別人沒有掃瞄QR Code對不對 你趕快掃 你掃了之後 你告訴人家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我相信顏老師在運動財經台 不是一天 不是兩天 你看老師這麼久了 對不對 有人說老師這份資料我有拿到 你說是今年最強的 環球金是不是近期又再創波段新高 你說有沒有 有沒有 跟著顏老師操作環球金的喔 你沒有賺到錢的喔 你打電話進來好了 好不好 你直接就撥電話進來啦 這樣子比較快啦 老師第二季要注意什麼 這邊啦 誰先發動 你不用拆 你來找我 我來告訴你 未來只要做這個動作啦 集中火力啊 買標股 買一檔就好了嘛 你買那麼多檔幹什麼 一檔就夠了啦 單股所單啦 想賺錢的 今天讓顏老師找得到你 非常簡單 之前你對不對 打電話進來的 天意大賺我恭喜你啦 我給你恭喜啦 賣一趟啦 顏長會看到先進光的 有賺錢嘛 一定有賺啦 不可能沒有賺啦 這麼多根掌停板 最近看節目的典範 老師這個業績不好耶 掌上去就是好啦 對不對 今天AES對不對 做高價股的人對不對 賣掉就大賺了 身風也看很久了嘛 對不對 中陽光未來會不會漲 你來問我好了好不好 今天要推出的股票叫中陽光第二 真正底部起漲的喔 中陽光你從頭看到尾喔 明天哪有也有一支啊 可以讓你從頭看到尾的 如果說你今天把電話撥通了 我們來複製中陽光的一個模式 中陽光第二 底部起漲會噴的股票 今天只要把電話撥通 今天只要把電話撥通 今天只要掃瞄我們的QR Code 然後未來的中陽光 我一直一直帶你做好不好 但是今天QR Code一定要掃 電話一定要撥 留下姓名聯絡方式 禮拜一前面十位的 那顏老師親自通知 我們明天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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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理財盡在運通 投資226219933 小偷 拔到嘴巴 盖子 我不要爱你 洗手 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